- 枪枪三人熊,贾辉博士,今天咱们请来这个一华的,越来越精神了啊,一华导演,他把简短了,哎,我觉得你现在是常跑大陆多,还是常在香港多啊,啊,我其实昨天从北京回来,哦,去了两天,那正好请你讲讲大陆的这个风物, 身为一个香港的文化人,我发现嘉辉写的很多书都是大陆的邮寄,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这个景观啊,你们对大陆现在的景观有什么观感? 我写过有一篇就是说,为什么现在大陆的房子的阳台都那么大,因为你住在香港的话,你就很羡慕,我们就从来没有见到这个阳台,可以从客厅一直连连连连到一个睡房外面,而且在很偏远的地方,这是前年吧,我去重庆的时候, 而且他还在郊区,那是大款的别墅吗? 也不见得是,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有这样子的一栋,可以算是豪宅吧? 你也说嘛,是偏远郊区嘛,所以那个地方空间可能比较大,假如你问我,对于大陆的景观的最深刻的印象,我就想到一些灯啊,去了大陆只要一到晚上,不管什么地方,总是有南的,绿的,黄的,红的,全部灯打在路边的树上面。 我刚开始看,坦白讲,不太习惯,觉得是鬼一样,你知道,精彩,对,觉得好像拍了鬼片,然后更像鬼的是说,那些灯打在那些树上面嘛,然后树上面通常蹲着一堆人嘛,总是有人蹲在那边,这次我不晓得了,我就想问了,干什么? 好像不管干什么都是要蹲着的,那我去多了,坦白讲,我现在也非常喜欢蹲,我不是经常陪你那个吗? 蹲着蹲着,我都是蹲着,没错,我吃饭都喜欢蹲着吃饭,不过你刚才讲,我有一个朋友,他做的是灯光设计的,那他在学校的时候,其实是剧场灯光设计,但是后来他现在在职业的时候,他其实是因为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生意,就是请他们去帮助这些建筑物 去设计灯光,所以现在如果一个建筑物,他没有灯光的话,像你说的那种的话,就有点像他没有玩礼服了,他就没有穿衣服 这个比方有意思,我要说的正好是跟这个有关系,你说现在啊,我们各地啊,就是文化这个建地方啊,都打出旗号,各自都争啊,你听说过我们这争什么,还有人争我们这儿是孙悟空的故隶吗? 是孙悟空的这个发展文化,现在都讲究这个文化,这个带带带帅嘛,对吧,有些地方得天独厚,你比如说河南,最近这个河南,我跟你讲,河南领宝市寒谷关,这咱知道吧,老子当年啊,这个周朝的算是图书馆馆长了啊,这这这老子当年对这个世道感觉不跟你们混了,骑这个青牛,西出,寒谷关,最后幸好把关的这个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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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官长啊,说你不能就这么走,这么大学问,总得给我们留点点东西,好,写了5000个字,老子道德经,然后不知所踪嘛,那和这个故事,所以这个寒谷关,人家就找到老乡了,嗯,所以现在好像花多少钱,哎,老子的这个圣像啊,就是,总投资2588万,大片,这么多钱,叼一个老子的这个像,嗯,我感兴趣的,想跟你们, 聊聊是什么呢,我现在觉得这种事在我们那儿挺多啊,我也不反对,就是他也很好嘛,就是发展旅游业,或者让大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,没有什么不对啊,我跟他们那些评论者说的角度不一样,嗯,我的意思是说,且不管你该不该竖这个像,要不要花这么多钱竖这个像,我的意思说,竖这个像啊,是不是能够竖的,嗯,上个样子,嗯,怎么说呢,咱们不敢这个,说人家河南寒谷关这个老子像,花了这么多钱, 嗯,我只是说啊,呃,我也有兴趣这个对比一下,嗯,就是说,呃,我们先看看寒谷关的这尊老子像,嗯,然后你就看看时代不同了,嗯,我再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呢,呃,著名的就在福建泉州,呃,青什么山,青凉山还是青春山,我忘了啊,那个地方有一座宋代的,嗯,啊,这个老子的这个雕像,嗯, 嗯,我还给大家看一个,是我前不久去这个西安这个碑林博物馆,嗯,那里的一座古代的,嗯,老子的像,看来当年都裂了,现在又修复起来的,嗯,我们看看这几个像之间呢, 大家的观感有什么差异,嗯,哎,我们可以先看看,这是河南领宝,寒谷关,这个老子雕像啊,老子啊,高28米,咱们再看下一张啊,高28米,重60吨,你看它是黄金色嘛,嗯,紫铜锻造,贴金的,嗯,真是,往老子脸上贴金,往老子脸上贴金,贴金,你看,这个硝烟不是战争啊, 这个老子圣像,嗯,就是这样屹立起来,但是你看下边,这就是我说的福建泉州的,宋代的,嗯,哎,哦,这个,这个,这个还是今天的,今天的,再看下边,嗯,这就是福建泉州宋代的,嗯,这个老子像,嗯,有人说是根据天然的,只是略略雕琢几笔,但照我看也是,呃,精工细作,花功夫雕出来的,这个老子的,这样,他给您一种什么样的, 感觉对老子的这个学问啊,嗯,然后你再看下一章,嗯,我记不清了,是不是也是宋朝,反正是古代的吧,嗯,这是被修复的,你看,就是合起来的,我在西安贝林博物馆见到的老子像,嗯,哎,你看,他又给人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气质,嗯,可是我感觉说这样对比啊,我们要注意一点,今天楼下来古代的东西啊,是楼下来的,还有很多很多没有 楼下来的,啊,所以要经过时间的淘汰,我们才能对比,那我们把今天无缘无故,可能为了振兴什么旅游产业,啊,来弄出来一个像,来跟古代可能几千几万个像,淘汰掉,楼下来的东西来对比,啊,这个对比,然后就说古代很美,现在人很吵,这个美感不足,啊,我觉得说这个对比可能要小心一点,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,坦白讲,它这个像当然是比较夸张嘛,花了什么三千万,什么有多高,高多高,可是很多地方啊,像我去广州,还有我前去年去了湖南什么,经过一些小的卸区蛮好玩的,他们都有一些小的像,啊,不一定是孔子,不一定是脑子,也觉得真的很有美感,嗯, 以后经过两百年后楼下来的,可能就是那些小的像,那我们以后两百年后,回看,也觉得我们同代的中国人可能蛮有美感的,嗯,所以换言之,我们不能拿一个,拿一个很丑的曲样,来跟古代很美的东西来对比,嗯,甚至,就算我们今天拿这个样子,啊,这个脑子像,然后今天可能很丑,过了两百年后,它的那些黄金,什么镀金,什么金的颜色, 全部没有之后,可能反而很美,嗯,我们觉得有一种古代的美,啊,我觉得要把时间,还有那个取样的,在多少东西里面来取样,这些因素都考虑才行,一华导演怎么看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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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听了江辉这样讲,然后再想想你刚才说的,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意思就是,其实美感这个东西是跟眼光有关系的,那我想你提出了这个话题,主要是因为,你在这个 像上面看到一些别的像,没有的东西,嗯,那那个东西就是一种精神吧,嗯,但是恰恰就是,今天有今天的精神,他贴金,他要把它做到这个高度,对我来讲就是,今天的那个一所在,因为我想他已经不光是一个雕塑,他其实是个名人,我觉得老子在,现在被这样盖起来,是因为这个地方,需要有一些媒体的事件,嗯,所以他才要吸引眼球,然后用了这样的手段,嗯,用了这样子的, 一个起码我们现在在谈论的就是他,嗯,所以我觉得,江辉刚才讲,这倒是现代艺术的概念,嗯,是不是艺术我们还可以再讨论,因为比如说,我觉得说,因为我听到这个新闻,我还拿了一些Andy Warhol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看看,对,对,因为Andy Warhol就是很有名,就是,如何把一些名人的一些光环吧,贴到自己的身上,嗯,然后让大家开始对他产生注意,但是呢,时间过了之后,因为当时可能很多人怎么去批评他会怎么样,但是过了四十年五十年之后, 大家就会知道说,他是有个脉络的,嗯,所以我想刚才江辉在讲的那个,也其实是一种脉络,就是一个文化的脉络,就是你必须要经过这个时间的长河,然后再回头看的时候,再加上他受了一些风,受了一些雨,他有另外一个意义,所以你知道有些,就像类似于崇拜Andy Warhol的,这样一些艺术家,嗯,他有时候他们在这个现在内地啊,某些地方,他觉得啊,中国太后现代了,是啊,你们要比如说啊, 好,还有一个老子相,你上面脸,脸上贴亲,他,但是你知道吗,这肯定不是始作俑者的想法,始作俑者是很,是很纯真的,嗯,是很想着,我要把老子相弄得最美,嗯,弄得最好,最有气派,嗯,他可没有想到像这个Andy Warhol,后现代的,反讽的,解构的,他没有想这种概念,但是客观上,造成了这么一个,呃,会有这么一种,一种观感,而且呢,的确啊,这个时代不就是镀金, 时代嘛,嗯,嗯,所以他又很,就是那个脉络,很有意思,咱们去一下广告,枪枪三人行,广告之后见,我觉得家辉啊,刚才提出了一个,就是我觉得在当今这个年代啊,很无奈的一个事儿,嗯,他们事儿呢,就是说,你看我,呃,就是,我有一个好朋友, 我觉得是我很尊敬的一个画家,刘丹啊,他曾经讲过一句话,他说这个造型,是文明最重要的一个表征,就说你什么文明,拿造型出来看,你看埃及,咱就知道那是什么造型,古希腊什么造型,对吧,那么,好像,我有个无奈,就是说今天的中国,到处都在盖庙,嗯,大兴土木,很多这个庙,可是啊,我都进去也拜一拜,嗯,可是为什么要照佛教来讲,我就是业障太重,你知道吗,我就说啊,我有个挑战, 嗯,就是我就跟这个像啊,哈哈哈,不让我产生恭敬心,嗯,可是我也明白,就是说,呃,今天的造像,你叫叫叫佛像,嗯,你跟古代,那你达不到,完全是达不到的,嗯,这你,因为你我,我的眼睛,可能我的这个标准,是我在博物馆里,嗯,看到的佛像,嗯,你让我到你今天花几上亿,盖出来的这个佛像,看上去,我有时候看着像个胖娃娃,我就觉得,这是在干什么,嗯, 你这,所以我,我,我,我可以给给给给给你们提供一个一个比照,嗯,就是形成我这种别扭啊,我在博物馆拍到的一些佛像,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啊,呃,你看,这也是我在西安贝林博物馆拍到的,这应该是隋朝的啊,这不,我也不懂啊,差不多,反正是那个年代,就是菩萨啊,你看这个这个给你的观感,你看,哎,这就是西安贝林博物馆的这个造像,你看最右边的那个,衣媚飘飘的这个感觉啊, 你再看下边,哎,这个是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拍到的,他们弄的咱们的东西,哎,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大度弥勒佛,嗯,你瞧这个衣服啊,这个这个这个啊,这个这个这个,哎,咱也不懂了,快往下看啊,哎,你看,这种美太造像,我不懂,这是不是应该是唐代的这种丰满的啊,来,呃,我再看下面,哎,你看这种佛头啊,哎, 哎,这都在美国的博物馆里,然后你再看,看下边,这个应该是这个这个北北北北,呃,北魏的吧,还是什么啊,嗯,差不多北朝的,反正是,你看,再看下边,哎,这个是波士顿的一个博物馆里,是人家说是镇馆之宝啊,他们拿咱们这个当镇馆之宝,但是这个雕的这个像啊,佛菩萨的像,你再看下面,哎,你看这个多美啊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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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你看这个这个腿啊,这个手啊,这个神情啊,我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见到的,我觉得这种美啊,要必须提醒啊,不管在大英博物馆还是什么博物馆看到的东西,它哪里来的呢,很大一部分是从收藏家手上拿来的,弄来的,捐出来的,买的什么等等,收藏家为什么会收藏这些佛像呢,一定他们也是千挑戏选,不晓得淘汰了多少的东西才收藏的, 收藏最美的东西,那所以当然是美的啊,那所以我意思说每一个时代除了它有它美学的审美的标准以外啊,就算用同一套审美标准之下也有高低手的差别,那经过时间淘汰,我们现在能够在博物馆看到的,当然是最美的部分,这个一华导演我就想问问你觉得你也是搞这个现代艺术啊,怎么解决这个矛盾,嗯,就是比如说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复古很多庙宇,对吧,那也是人民群 这种需要,但是呢,你的这个模式,都是在模仿古代的,比如说西方三圣,这个你还是模仿古代的像,可是你现在的这个水准呢,完全达不到,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,你比如说好像说我在台湾,也算见到一种像中台禅寺,它那个呢,索性,我就弄个现代的,嗯,你进去就不像个庙,嗯,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, 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刚才嘉惠也提到到外国的美术馆去,其实很多时候,我们现在对艺术这个概念,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西方的影响很大,所以西方永远都好像是从很多角度都优于我们现在看得到的,就是我们只能做很多后现代的,但是真正的现代这些东西,好像我们还没有搞得很就是很出色,为什么呢,我觉得说这跟想象力有关系,或许它也跟另外一个历史有关系,比如说我举个例子, 素描,现在有多少人会拿一个佛像去素描呢,你不会请一个模特儿回来,然后叫他摆像一个知识,然后就来让学生都在素描他,但是呢,如果你说希腊的英雄,或许对人体的一些美的欣赏,在任何一个艺术学校,现在都有这些课程,所以学生是通过这样的练习,加上他们的想象,变成说又有故事,几个东西一结合的时候,它是有生命力的,它是不只是一种 敬意,就好像嘉惠刚才讲的,所以也许我们的现代艺术这一块,很大程度上面,从我们的文化当中,除了敬意之外,我们还找不到自己跟他一个比较个人的一种连接吧,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,他树在那儿,就是个景观,他这个人的眼耳目,就受到他的沐浴啊,对吧,那么花了那么多钱, 咱就不说别的,你好比现在,你看在北京,咱们就知道,建中央电视台,建国家大剧院,不管怎么说,那就就是说,我们要找最好的设计师,怎么反复的论证,你得保证它是个好的吧,对吧,我是觉得,就是说你输不输,我都无所谓,我是觉得你应该做出一个认认真真的,就是汇聚了目前这个时代,我们最高的智慧,最高的艺术, 能不能大家追求去做这个东西,将来中国不就,你现代也好,或者说什么,你就是模仿,也得像日本人那么模仿,就是那种一板一眼啊,你是不是得达到那种程度,我有一个英文字,我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,我想请教一下家伟,就是sophistication,这个字很难,精致吧,精致是吧,但是他又好像不只是精致这个意思,因为比如说你说日本举个例子,就是他有一些妙,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妙, 他更像一个现代美术馆,因为他懂得运用空间,很优雅,可能是优雅,精雅,他有很深沉的一些学问的一些根基在里面,变成说你一个人走进去的时候,你突然之间并不是被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啊,或许这个高度啊,这些东西吓怕了,反而是你觉得说你在这边好像有一些东西在跟你说话,有些启发,那这个启发你是能感受得到的,只不过你不可能就是说马上就好像看图诗诗诗, 一样就是要说啊,他是要我知道一些什么,那这是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的一个力量,哎,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也是哈,我也不知道就说是怎么,呃,咱们刚刚说古代的这些帝王啊,他都是很腐败的,对吧,在这就说你看啊,集中全国的这个资源这方面,我们现在,你比如说有些说花三千万数一个项,恐怕你紧 从这规模上看也是集中了很大的这种资源吧,但是同样是这样相比,你看为什么啊,这个古代帝王,他集,你比如说我去印度啊,我看着他们那个灵,那个灵木啊,那个没人不能不惊叹,老实讲真的,你也别老吹吹中国的牛,对吧,哪个民族都是这个灿烂文化,但是这种灿烂文化, 你发现没有,很多原因,跟他这种他是帝王,然后呢,他要建他的坟,建他的坟,他就集中了全国最高的,嗯,艺术水准,各种水准,你包括什么,法国,巴黎,这都一样,埃及金字塔,对吧,哎,但是他确实能达到这个高度,你说试一试,假如今天我们集全国之力,哈哈哈哈,我们能做出一个能够在文明史上啊,能够有这么样高度的这个艺术特征,艺术表征吗,嗯,我觉得假如真的全,集全国之力, 我是有信心可以做的,可是问题是说,哦,喂,张艺末开幕式,这是咱们的,是吗,除了那个还有很多,就像我们刚说北京最近几年,不仅是北京,其实上海很多大型的建筑,我们都觉得说,甚至公共的建筑都觉得非常不错的,拿去全世界其实也没有太差,因为像最怕是说地方性的,地方性的,因为他做得好,不仅没有好处,啊, 还可能会受罚,因为他做得好的话,也不一定能够吸引游客来嘛,大家看不懂,反而不来嘛,他一定要做一个最金逼辉煌的,最能够吸引最多老百姓来买门票来看的东西,他反而随便来做一下,反而获得好处啊,所以说最怕地方这个的层次啊,没有什么监管,没有平衡,像我经常说,比方说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啊,在一个地方,一个 一个community,一个卸区来做,任何地方你盖一个项啊,一定要经过投票,经过多少的讨论,来比赛,大家把那个卸计难途拿出来,才选最好的,甚至要投票,甚至要制一条路的,路的名字,都要那个卸区,还要投票,准不准许改,改什么名字啊,那经过这个一层一层把关来做,地方的层面是没有把关嘛, 谁有钱财大气出,谁说了算,那做,我觉得说令人家担心可能是这样子,你觉得呢,我觉得建筑就是一个文化的,一个城市的一个名片,所以我自己做戏剧的,我就很关注每一个城市现在在内地,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剧院,或许超过一个,是是是,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焦点, 所以像这样一个项,它当然也是达到了一个,我们说的,就是突然之间,就多少人,今天可能都在讨论它了,那问题是,这样的一个效应,它消费过了之后,它接下来,它还可以发挥哪一种效应,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片这个东西,因为是一个名人的时代,所以变成说,今天这个老子站在这边,不见得他真的是个老子,他其实是个名人老子,他其实是个金子,他不是个精神领袖,他是个名人, 这个东西,这个也是现代社会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就是说,变成一个符号,对吧,实际上符号后头的东西,不大关心,你比如说,如果真的说是老子,那老子是讲究无为啊,什么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啊,你在他身上怎么能贴镜子呢,对吧,这是,这个就很奇怪,你这样说起来,所有庙,佛庙都不应该收钱,现在中国哪一个佛庙, 我不收钱,我去了中国旅游,其中一个令我更,最生气的地方,是去拜拜神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,珍宝总动员 结果呢,哇,列藏太深了